一個禮拜我買一件衣服 經過一個禮拜你們打巴士 我有理由去跟你們要求說 這個你要打巴士給我 就是說給我們的顧客一個小確幸 中華電信鐵了心 不打算補償老客戶 但董事長正優似乎很滿意 這個小確幸優惠 做生意的人 要去爭取新的顧客 那對老客戶 我們一定的都是 就是一定要非常重視 董事長嘴裡說老客戶很珍貴 但不少人感受不到 民眾氣得說乾脆跳槽到別家 網絡漫畫CUSO搶優惠 成了失速列車 大家急著查自己違約 要付多少錢 但外界關心499之亂 會不會延長戰線 正優沒給明確答案 我們不希望站 但是如果人家要來跟我們站 我們就跟他站 中華電信已站仰站 說過去幾年促銷太保守 對同業競爭 能忍責忍 但這次要做出反應 不過其他電信業者 也祭出加碼優惠 兩次電信加碼送智慧手錶 吸引民眾搶牌 台灣大哥大加送寬頻網路 遠傳送出500元折價券 全台門是大牌長龍 但有民眾跑到桃園機場 只排50幾號 就辦到499方案 外面要等600多個號碼 這邊才50個銘櫃而已 不用曬太遠 沒有想到這麼 反應這麼熱淚 比我們預期中的 更為熱淚 中華電信開優惠第一槍 全台上演499之亂 董事長振憂笑著道歉 恐怕沒有感受到消費者的憤怒 與員工爆肝的無奈 謝謝兩千號航軍的SN 叫做泰國的 Donna 科技師 地坑 専門 地坑